爸爸和哥哥们给小花仙种一颗紫围树 因为小花仙生的时候紫围花生开 年近70的张继中导演 结38岁娇妻杜星林及三个小娃娃户外植树 老公顶着一头白发造型酷似敖拜 妻子杜星林抱着小女儿 看着有点像敖拜的女儿 一点都不像是她的老婆 视频中张的导演挥舞铁揪 知道混血大儿子跟二儿子植树 画面倒是温馨可人 满满的家庭温情 只是网友发出评论 怎么看着像是爷爷带着女儿和自己的几个外孙外出啊 因为张导演这三个孩子跟自己年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啊 不过说这话的网友有点过分哦 毕竟年龄在爱情面前从来不是问题 只要相爱对方 爷孙恋也会很幸福啦 爸爸 我们给你洗澡水来了